自立能和朱德比坚的开国大将 他身份参加了北霸,在所有台国将帅中,能与张云义资历不相上下的,也只有朱老总的。早在红军时期的1929年,张云义就任新成立的红锡军军长,政委是邓小平。张云义在新四军曾担任副军长,到中央根据地后,张云义在刘伯城,叶剑营领导下任军委副参谋长,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, 最会暗的日子,张云义一直身居中央中枢,进行了大量着有成效的组织协调,先前探路,勘查敌情等方面的军事工作。在新四军,张云义和陈毅堪称是最假搭档,张云义性格沉稳,适合抓军事训练,而陈毅热情奔发,善于鼓动。 陈毅热对张云义也极为尊重,平时都是以同志长兄相衬。 1937年4月,周恩来同阳安赴西安,在劳山遇袭,随行十一人与难,张云义身先士族,拼死保护周恩来离开险境。 毛主席对张云义也评价极高,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惜,是模范共产党员,又评价,老成持重,威望颇高。 新中国成立后,张云义积劳成级,虽在党政军担任多个要职,实际上处于长期养病状态,基本上不问工作。 张云义为人谦和,低调谦逊,能够与上下级处理好关系,但是张云义又能在关键时候讲完则。 1946年,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准备联手打一场大仗,当时的张云义代表山东野战军准备打鲁南,而素玉代表华中野战军准备打两怀。 双方一时争执不下,连已向善于协调的陈毅也感到棘手。 最后,矛盾上交给了毛主席,毛主席回殿,鲁南战役关系全局,此占胜利。 即使苏北各城全部丧失也有办法恢复,这其实是采纳了张云义大将的意见,而并非素玉,可想而知。 众人眼中的老好人张云义在关键原则立场上是毫不含糊的,返回搜狗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